好屌喔 我之後還在照你拍一集 我之後要拿那種經典款照例 梗瓜香蕉 大家好 我是陳祐 歡迎來到我們的海關湯系列 我們先歡迎今天的來賓 來 大家好 我是Simon 我是阿璇 老朋友 我們來過 我辦公室那一集很高舒服 對 應該下個月吧 那海關湯那部分你們有玩過嗎 自己 知道遊戲規則 看人家玩過 應該是我們知道遊戲規則 但是應該不厲害 所以你們小時候沒玩過 小時候沒玩過 我好像不會玩 小時候有玩過 我玩過最第一版 第一版的那個 海上他們吃 就是為什麼上岸那吃 就是吃海龜的那個 對 吃海龜的那個 太古老了吧 對 他就是第一版 他就是第一版 對對對 今天一共有兩題 對對對 然後第二題很 有點難 第二題有點難 第二題難度一到一百我覺得有七十 這邊提供速數嗎 提供 哈哈哈哈 然後第一題 第一題蠻簡單 對對對 好 那我現在來講第一題題目 這天 恰巧 五個人走在鄉間的小道上 但不巧的是 天空突然下起了雨 看起來似乎有越來越大的趨勢 五人當中的四個人 加快了步伐 但最終卻還是五個人 同時到達了目的地 請問 發生了什麼事 那四個人遇到塞車 錯 有一個人腳受傷 沒有辦法走路 錯 但是你的方向有點正確 那四個人 背著其中一個人 背著其中一個人 不是 你的方向也是正確的 四個人 扛著一個人 就是一人抬一隻腳 扛著 是扛著 所以重點是 那個人為什麼被扛 對對對 因為下大雨 錯 不是因為下大雨 所以 跟下大雨 五關 五關 應該說這個故事 如果拿掉下大雨的話 其實也沒有影響 是 是嗎 是 這個故事是把下大雨 拿掉 他們還是會是這樣 被扛著那個人暈倒了 不是暈倒 被扛的那個人 他想要殺死其他四個人 然後四個人把連鎖把他打敗 然後把他扛回營地 不是 是 搞錯了 可是他的邏輯是對的 真的假的 我最近邏輯一定正確 裡面有一part是正確的 你剛剛說的是他暈過去嗎 不是暈過去 再來 被扛的那個受傷 錯 也沒有受傷 高山症 不是高山症 生病 不是生病 不是生病 什麼情況被倒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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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往這個地方去想 不是暈倒 什麼狀況被倒下了 沒錯 他死掉了 答對了 所以他們其實是什麼 他們其實在 謀殺一個人 沒有沒有他們不是謀殺 他們其實就是 故事是這樣 就是他們其實是抬官 抬許這樣 對對對 這四個人抬著個棺材下葬 第五個人躺在棺材裡 對對對 沒錯 好 瞭解 你們懂嗎 蓋子就是這樣 好 再來第二題 男子向小女孩詢問了一件事情 不過當男子聽到他的回答後 順時面色發青 並跪倒在地上 隨後便暈過去了 請問發生了什麼事 女孩是他的女兒 是 真的假的 女孩是他的女孩 那個女孩有前四的記憶 不是 男孩問那個女孩的事情 很關鍵 是 你問你女兒什麼事情 然後他回答後被他問 我懷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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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女孩懷孕了 沒有 這故事的題目 他只有給你大概20%的資訊而已 哇賽 所以你們要自己往外拖 基本上我們要自己想這個故事 你們要開始想故事 這個女孩的媽媽死掉了 對 這故事跟媽媽有關係嗎 是 有關係 是 好 爸爸殺人的媽媽 是 那一定是 女孩募集到爸爸殺人的現場 沒有 媽媽附身到女孩身上 不是 但是你的表情 你的表情有意思耶 這件事情有參 參著到任何靈異的 有 哇你好棒喔 有靈異的 他還有標示說 不要直接跟對方說有靈異 拜託不要 你別叫我不好 哦 大家很難猜靈異的部分 不會去問這一塊 然後我就會事先講 哦 其實如果你主動問了 我覺得你很棒 我覺得好強喔 哇你們連續combo耶 所以我們現在得知幾件事情 這故事有幾個人 三個人 男子小君 跟媽媽 對跟他媽這樣 然後媽媽死掉了 媽媽死掉了 然後這件事情是 是那個男人殺人 然後這件事情跟女友關係 對沒錯 好來 我覺得應該重點方在就是 爸爸問了女孩什麼事情 對 我覺得這個蠻重要的 嗯 但這個有點 瑞確有點大 對瑞確有點大 但是有經可循的 爸爸問 爸爸問女孩說 你知道媽媽去哪裡了嗎 對 是 是嗎 是是 所以 哇 所以關鍵就是女孩回答什麼 對 爸爸確實是問了小女孩說 你知道媽媽去哪裡 去哪裡 可是這一段問句 不只是這樣 那為什麼爸爸要主動去問小女孩說 你知道媽媽去哪裡 對 這我覺得是一個重點 對啊 就是你一個殺人犯 然後主動去問女兒說 你知道媽媽去哪裡 這是一件事情 對 而且這種爸爸會暈倒 對 女兒到底講了什麼 先從媽媽媽跟你後面 你說女兒 真的 對啊 你知道媽媽去哪裡 然後女兒回答說媽媽跟你後面 是 所以爸爸暈倒 爸爸聽到之後暈倒 所以女兒現在的 女兒的認知是什麼 爸爸背著媽媽 欸對 他覺得爸爸背著媽媽 對 所以在女孩的認知中 爸爸是背著爸爸的這樣 所以女孩的問句可能是 爸爸你為什麼要一直背著媽媽 沒錯 然後爸爸就問說 問女兒說 你在哪裡看到媽媽 啊不是欸 問在哪裡是前面 但是我沒有解釋到說 為什麼爸爸要主動問這問 對對對 我覺得你們要釐清這一點 女兒有先跟爸爸說什麼話嗎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所以 所以就是爸爸直接問女兒說 你有看到媽媽嗎 小女孩一開始就看到媽媽 對 他一直都看到媽媽 他一直都看到媽媽 所以他可能做出什麼事情 然後讓爸爸覺得他好像有看到媽媽 這個沒有 所以才奇怪 對啊 就是因為 就是因為他什麼都沒做 你有釐清到一件事 喔 了解了我懂了 就是 自從媽媽不見之後 然後小女孩若無其事的一直在家裡 對 然後也沒有問說媽媽去哪裡 對對對 所以爸爸就很好奇問他說 你都不會好奇媽媽去哪裡 對對對 然後小女孩就問他說 他說媽媽一直都在你畫面 對對對 然後爸爸就問到 沒錯 你好屌 我之後還在找你拍一集 我之後要拿那種經典款 然後 我們可以猜前面你的故事 前面你的故事 對 為什麼爸爸殺了媽媽 對為什麼爸爸殺了媽媽 為什麼爸爸殺了媽媽 這就比較不是重點 所以就還好 但是可以猜一下 爸爸媽媽吵架了 對是吵架 那為什麼吵架 個性不合 不是 沒有錢 欸是跟錢有關 臭不負哪一分錢 錯 老公一直處於賭博 欸答對 老公處於賭博 這真的一直學 對啊 欸為什麼你要不看 他甚至是網 爸爸怎麼殺媽媽 媽媽是被刀頭死 欸 是刀沒錯 什麼刀 我猜應該是一把 菜刀 錯 不是菜刀 我猜應該是一把 日本工匠專做的日本人 不是 應該不是 你覺得確實這種刀不常見 純正 哈哈哈哈 超不常見 是是你在廟裡會看到關公主的那個 哇那很帥欸 是不是 他砍了 這樣轉轉轉 然後再知道嗎 你剛剛一個字答對 是砍 喔是砍 所以習慣頭 不是習慣的 我覺得後面比較常見 句子 錯 跟句子有變類似 電句 錯 答對了 來我們來公布一下故事 故事兩人 男子與小女孩是一對婦女 家庭成員原本還有小女孩的媽媽 但幾個月前的一個深夜 小女孩熟睡時 小女孩的母親因為丈夫又堵捕一室 而對小女孩的父親大發雷霆 男子不滿妻子經常因為此事對她大吼大叫 其去失控的她拿起了一旁用來砍柴的斧頭 將妻子給活活砍死了 怕被女兒發現真相的男子 趁著天亮之前趕緊處理妻子的屍體 並將現場仔細地清洗乾淨 徹底地將妻子毀屍滅 早上七點左右 小女孩從船上醒來 走出了房門後看到了正在準備早餐的父親 男子雖故作都鎮定 但心裡人十分擔心女兒會問起妻子不見之事 令男子感到詫異的是 女兒並沒有向自己詢問媽媽的去向 吃完自己準備了早餐後便出門去學校上課了 就這樣幾個月過去了 男子雖然覺得自己隱瞞成功 卻又要安待不住好奇心 變得女兒問說 這幾個月來為何不向她問起媽媽去了哪裡 女兒聽到後滿臉疑問的反問她 我也覺得很奇怪啊 為什麼爸爸你要一直把媽媽背在肩膀上呢 沒錯 感覺蠻可怕的 因為這個故事的頭跟尾 它終於可以發冷心態度 沒錯 台北到高雄 但是你終於可以用高雄 不是太多 所以我大部分會讓人猜的話 我會猜重點 那這一題的重點就是 爸爸有殺了媽媽 然後 以及女兒的理由 威達 還有爸爸那句蠻重要的 你剛剛問說媽媽去了哪裡 對 他只算半對 因為他是問說 這幾個月的 媽媽去了哪裡 對對對 因為我看很confuse一點 為什麼是爸爸問女兒這件事情 對 這件事很奇怪 為什麼不是女兒都不知道 可是後來就有想到說 女兒的立場 為什麼她會這樣 喔 沒錯 掉掉掉 耶 我們才拍大概 20分鐘 20分鐘左右 要不要再找一題 要不要再找一題 其實應該有 其實應該有 你有聽過兩個軍官的故事嗎 沒有沒有 好OK 故事是這樣 某次的戰爭中 殺人無數的兩個軍官 被困在了荒野裡 他們孤獨無助 被恐懼和絕望快逼瘋了 其中一位 沒人熬過去先死了 他將自己的戰友埋了後 精神已經接近崩潰 更可怕的是 第二天的早上 當他醒來時發現 死去的戰友竟然站住在他的身旁 用同樣絕望的眼神盯著他 最後自殺了 請問發生了什麼事 其中第一天晚上 把那個買掉的軍官 他自己在做夢 你說買的時候是在做夢 對 不是 先確定一下 感覺更做夢 所以B軍官真的有被埋進去 他真的被埋進去了 對 但所以現在問題是 他怎麼附和 欸 你可以問我啊 喔 所以B埋進去的時候 被你們死 沒有他死了 第二天他 他坐在旁邊看著他的時候 他那個狀態也是死的 是 他是死的沒錯 跟他們兩個殺了很多人有關係嗎 有一點關係 但是我覺得 他有點像是 精神殺很多人 嗯 那種精神影響 可是這比較細一點 AA軍官他 那天晚上買完之後 他夢遊了 對 他夢遊之後 把B軍官就是在挖出來 是 你好強喔 你好強喔 挖出來 他把他 弄成那個樣子 就是坐起來 然後看著他 然後他夢遊完之後 他又跑回去睡覺 對 所以他醒來之後發現 他怎麼在這 怎麼那麼可怕 結果他舉牆之進 對對對 哇靠 這真的怎樣嗎 真的是這樣 他基本上達到99% 哇靠 好猛喔 我跟你們講故事 好 活生的軍官 壞有夢遊站 他在當天晚上睡覺時 夢遊起來了 把白天埋葬的戰友屍體 又挖了出來 放在自己的旁邊 醒來時 自己嚇了一跳 也碰上的鬼 就朝那具身體開槍 結果沒效果 最後自己就自殺了 喔 他後來應該是因為 他接近崩潰 對 然後 所以我才說 跟他打仗有關 因為他殺了很多人 所以 戰後戰後 對 有點那樣概念 對但是這個影響很大 對影響很大 就幾% 對你把這兩個 弄成兩個普通人 也是OK的 也是過去 重點是夢遊跟那個 那個 對 很了解的 我原本以為你們會猜很久 我也以為 我會猜很久 我也以為 還有我們視線完全沒有準備 對 我覺得主要是我們兩個的默契不錯 喔這個是 就是那個道具 就是我會提醉有問題 然後他會補動 他要補動 然後他提醉有問題 我換我 那各位觀眾如果喜歡這影片的話 還有下方可以很喜歡 那記得訂閱Simon 比較好 謝謝大家 想要看任何的 像是實際秀的解說 我們可以看Simon 都可以 那Simon本身有做那個會員 對 大家可以加入我會員 可以開一些 45塊而已 超便宜 那各位有興趣可以訂閱一下 對 那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掰掰 掰掰